过往三十一年来 神对石安教会的大领和祝福 可谓从不间断 无微不致地临到大兄姊妹 上至领袖 下至初信 都能够轻易经历神的同在 探访和触摸 在家庭 工作或者日常生活里面 都常常经历大大小小的神迹 诞生数之不尽的超然见证 当中 数以百计的见证 以记录在石安日报的神奇二因典 和云彩见证专辑里面 踏入今年2016年 藉着石安剑的动势 将神同在的张显 展现更深层次 透过全音域创作的石安新歌 以及能够演绎全音域的石安剑 让人能够更加轻易 和超频十倍以上 加剧感经历神迹 让无数心灵被神触摸 感动流泪 并改变对石安教会的态度 一些被石安剑屠龙的新人 更即时转变成屠龙的推荐人 在亲友间主动介绍 全音域的石安新歌和石安剑 鼓励亲友们附会约战 被弟兄姊妹屠龙 这个正正应验神所应许 每日后日子将要出现的现象 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 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 耶和话说 《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 喘葡萄的必接触杀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泪》 然而这篇主日讯息里面 日黄牧师为我们尽心分析 假若我们身处在神家剧彰显的同在下 却不懂得自处 尤其是骄傲 自以为是 忘恩负疑 叛逆 批评 论断 轻慢神的受高者等等 将有机会触犯忌邪的神 自焦极大的亏损 因为行神职 经历恩高承担的程度 必定与我们的谦卑程度成正比 恩高越大 少一不慎或者大义 招致的审判也相对越大 所以 圣经让我们清楚认知 神将所有属灵的侍奉 归立在圣殿 圣所以及至圣所里面 祭司承担的责任越大 审判也相对越大 任何人在圣殿工作 处理属灵的事务 都需要分外战境 否则审判就会即时临到 正如旧约时期 就曾经发生过一次即时的审判 当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 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见有一位神人来了 奉耶和华说话 纵使耶罗波安身为以色列的王 但只是少一大意 从坛上伸手说话 王的手就枯干了 不能够弯弯 故此任何参与侍奉的人 都绝不可以轻忽大意 列王记上十三章一至四节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从由带来到白特利 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向坛呼叫 说谭呀谭呀 耶和华如此说 大慧家女必生一个儿子 名叫若西亚 他必将丘坛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当日神人切过御兆 说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必倾杀 这是耶和华说的御兆 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白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 就从坛上伸手 说拿住他吧 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呼干了 不能挽回 我们为神作功的态度 将会直接影响我们在永恒所得的奖赏 可能是百倍的增益 也可能是百倍的消减 按住神公平公正公义的法则 接下来的大復兴里面 因着石腕剑让我们付上更少的代价 以经兴二十倍感 经历神的同在 施行神职 所以 人所得的奖赏 对比过往未有復兴之前 必然相对减少十倍或者以上 若然有人带着不珍惜 至此或骄傲的态度为神作功 他所得的奖赏必定会减少百倍 累减之后 比起进入復兴之前 原来所得的奖赏亦只剩下千分之一 即使为神作更多的功 都无法彌補这种级数的亏损 就像素罗王一样 即使身为皇帝 但因着骄傲以及不顺服 结局却是被神所弃 事奉再多亦无补于是 相反 当进入復兴里面 虽然施行神职是轻易十倍 使奖赏下降了十倍或者以上 但若然我们懂得以珍惜 谦卑和顺服的态度 亲事宜作 我们的奖赏亦随即可有十倍的增益 再加上 假如我们懂得知恩徒报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更会带来百倍的提升 累计之后 我们的奖赏是不减反增 还可以追上原有的应得奖赏 甚至有十倍一百倍的增益 故此 我们活在最末后的复兴之中 必须明白自己已经蒙神更大的恩典 欠下更多的恩情 无必要懂得加配感恩和珍惜 以及拥有一个佩德的态度 没错 大家要时刻谨记 持守着佩德和谦卑的态度 旧约时期 跨越一千五百年的摩西汇幕 大卫汇幕和索罗门圣殿 内里的智圣所 圣所和外院的教导 都让我们得知 越接近神的同在 人们越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越需要将荣耀归给神 常传紧守和警醒的心 就好像所罗门在传道书所说 来到神面前 是不能够胡乱开口的 即将进入复兴的我们 如同进到圣殿 取得智圣所吸收的武器 我们不单止是进入神的智圣所 更是来到神同在的药柜面前 所以 神期待我们的态度 是越发警醒、紧守 彰显属神的神圣 去除内里的叛逆以及受圣 大家可曾想过 神创造的万物里面 圣结Holy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圣结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单单献给神 是神专属拥有 无人可以抢夺神的荣耀 所有人都无必要恭敬看待 更何况 现时印证石安剑的动势 显然是Alef Taft 智圣所Holy of Holies的级数呢 我们现在得到的 正是智圣所的能力 试问 世上还有什么地方 比智圣所更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被神触摸呢 大家藉着石安剑 听到过去十八年间 创作的石安新歌 都亲身经历了 神智圣所级数的同在 瞬间经历神 其实这是神带领我们进入智圣所里面 所以我们无必深存谦卑 确知我们在神面前只是微尘 不能够自以为是 自此或者有半点骄傲 要传着警醒 紧守 珍惜的态度 接下来 神的同在越大彰显 智圣所吸数的审判也会越大 但是当今世上 懂得在神同在中自处的人 只占好少数 可谓绝无仅有 若然 在世禄时代的审判全面展开 神要审判这个世代 确实非常容易 只要将智圣所吸数的圣物 释放在地上 全世界任何人一旦轻慢 涉足神的时候 几乎都是死路难逃 任何人带着轻率的态度 对待这个复兴 不谨慎脚步 无失开口 骄傲狂妄 必定无法保住自己的性命 纵使是石安教会的弟兄姊妹 假若有任何大意 亦毫不例外 全道书五章一字二折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 因为近前听 圣过愚昧人献祭 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 你在神面前 不可无失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小